好 那個關於這個五島五千十十平的這個進行問題 我個人認為我們在 希望在過年前呢 給國人一個禮拜 跟五島五千十十平開放民族 其實關鍵是在於整個Codec的國際標準 那我國的標準呢 我國的標準是國際標準還異 二來呢 還有是管理的一個規範 管理規範我們只要比照歐美規格就可以了 公同的時效其實已經過了一年多了 它經過兩年之後又過了一年多 所以說呢 現階段民意對於整個 國際標準的接受程度非常之高 那以這個萊豬的這個進口的問題 在公投之後有最新民意的展現 可以接受一個國際標準 那一個科學檢驗的一個前提之下 來把關這個國人健康 我相信日本食品也應該可以 用這種方式來對待 希望在政府至少給我們全國的人民 過個好年 從年初的缺一條 到年底的缺雞蛋 到現在 還想要趁過年前的時候 突襲的開 突襲式的開放 民進黨 日本核實進口 核實進口 民進黨不要蠻兩種策略 我們都穩得誠信 我們也希望院會進入結束 因為現在民進力也確實很嚴重 但是如果說 民進黨的蠻兩種策略 院會結束 立刻約不合適的話 我們立刻就位 立刻就位 旅途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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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報告 今天宴會因為民進黨團 郭委員國文有關日本核實相關臉書發文 自身各黨團不同見解 現在依黨團溝通結果 請民進黨團負責人柯委員建民到發言台 向全體委員說明 請柯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我在這個地方還是要講一件事情 為了總預算 朝野各黨團都非常盡力要把它完成 我在這裡也要感謝所有 朝野黨團乃至於每一個成員 大家為了國家的進步 大家為了國家發展 大家都盡力了 雖然在最後一刻 稍微有一個差距 但是我今天在這裡講話 絕對沒有委屈 我講一個非常持平的話而已 國文委員 他的作為一個呼籲 當然這個呼籲 引起大家的誤解 我在這裡 代表民主進步黨團 因為這樣的誤解 造成了整個議事延宕 我代表民主進步黨團 在這裡非常鄭重的 向大家抱歉